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一加9 Pro的开箱视频 这个手机我已经期待了半年了 自从上次一加8 Pro卖掉之后 就一直期待这个系列的发布 这次终于发布了 那么这次还多送了一个458元的耳机 这个TWS针无线蓝牙耳机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的耳机已经用了六年 已经坏掉了没办法再用了 我一直也想买一个TWS的耳机 一直舍不得买 这次好歹还送了一个 我就可以用了 我就不用花钱买了 咱们先从耳机开始看板 快速开箱 真的我一直非常想要一个TWS的五线耳机 哇 OK 这个是耳机本体 然后呢 应该是配件还有说明书之类的 你就要用板子 这个盒子里面的设计还是挺好看的 红白配色 经典的一家伙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出来 OK就这么一些东西了 数据线 Type-C转Type-A的 然后说明书保修卡应该 然后这里就是耳塞了 就是那个橡胶的 可以更换大小 接下来这个是全家伏的镜头 哇真的是很迷你 非常的小巧 亮灯了 估计就已经启用了 然后它就开始配对了 是不是 磁锡式的 耳机倒扣 然后这里有两个充电的扣 就是两个触点的 给耳机充电的 很清脆 这后面还有一个锡口 就是给它充电的 还是有点紧的 接下来开箱的是一家9 Pro 这次我买的是黑洞的颜色 哈树共同研发 一家9 Pro 盒子的左侧是一家的logo 这里是个细节 一点小心思 盒子拿起来了 之后就可以看到哈树的logo 盒子的右侧是哈树的logo 哈树的logo 看到没 这是个细节 一点小心思 阻力还是很大的 包装盒内还有个小细节 就是镜头对的这个地方 有个哈树的logo 1.8-2.4的光圈 14-77毫米的焦段 我先把手机翻一边 这是配件盒 下面就是充电器 还有充电器了 充电线呢 是Type-C 转Type-C的 两个C口 支持快充 然后呢 这个65瓦的有性快充 包装盒里面带快充头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有快充头 而且呢 这个65瓦对一家的手机是原配 绝配来的 这个Type-C的线呢 这个Type-C的线呢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之前在一家8 Pro 有试过 用诺加的线呢 接着快充头给一家手机来充电 发现不止是快充 就是那条线不止是快充 只有这条线就是这个快充头 看一下这里面 哇 还送了一个手机壳 橡胶材质的 马上就涨了灰尘了 这里面倒是磨砂颗粒质感 至少还送了一个手机壳 OK 这个是帖子 防尘贴 就是那些维基接口啊什么的 这个呢 帖子 保修卡 说明书 快速入门指南 还有卡针的一封信 幻影信 哈树的幻影信 咱们打开看看 这个是虎哥写的 CEO 这个是配件的全家服 我觉得这个黑色的比一家九那个镜面的黑色好看多啊 毕竟是哑观的 而且后面非常的光滑 真的 非常的光滑 整机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现在有点热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开始出汗了 之前一家八破最大的短板的就是相机 这次呢 相机终于补上来了 那采用的是哈树的影像系统啊 我非常期待这个影像的表现 而且呢 这两颗主色啊 真的是底非常的大 镜头非常的大 这次这个曲面的是2.75D的 不是之前一家八破的2.5D 所以说这个是微曲面 它的防悟处的情况会好很多 而且那个手感更圆润啊 更舒服一些 还是经验了挖孔屏的设计 上下扬声器 然后Type-C的接口 然后SIM卡 镜头的圈圈呢 是银色的配色 黑银配色还是挺好看的 如果是金色的话 黑镜配色估计会更好看一些 9pro它采用的是双SIM卡的设计 正方两面 我非常期待这个ColorOS的表现 哦开机了 OnePlus Power by Android 之前是轻OS还有羊OS 我之前在一家8pro的时候呢 是刷机成羊OS 然后自带谷歌全家动 还是非常的好用的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吧 这个默认的亮度感觉还是可以的 啊 调不了亮度没有关系 这个全面屏的光感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指纹识别偏下面一点 因为这一部分呢是电磁啊 算电磁的设计 总共四千五百万串联起来的 桌布 允许 接受 主题商量 哦好多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允许使用 ColorOS开始 学习测房 开始学习 返回上一集 我可以操作成功 返回上一集 上网 主机面 封注 最近的任务 重点 返回上一个应用 使用策划手势 这个就是ColorOS了 还保留了一家的特性 屏幕的光感还是很不错的 非常的圆论 ColorOS 11.2 安卓11 高通交流888 12GB的内存 256GB的储存空间 我的天 这预装的国产网件真的是很多 哇 我根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 之前清OS也是一样预装很多东西 然后后来我就刷机换成的YanOS 更纯净一点 这个ColorOS好不好用 我倒是不知道 我还得花点时间去适应去学习啊 到时候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ColorOS好不好用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度的动画呢 非常的流畅 是不是 四华般顺畅 QQ音乐 这个耳机确实是挺好用的 我刚测试了一下 我已经配对好了 那个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打开盖子呢 就可以和这个手机配对了 然后呢 待会他就会显示他的那个电量 你看 左右还有盒子的电量 已经配对好 这上面还显示了那个电量 我截图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手机壳我是用了一下 锁感还是可以的 这后面呢 高出镜头0.4毫米 这里呢 视角高出屏幕0.8毫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锁啊 多快 是不是 待会呢 我拍一些照片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是先拍了一些 我待会还会再拍一些照片 给大家来看一下 给你们听一下哈苏的声音 哇 非常的清脆 删掉 我们听一下外饭吧 刚刚播放的说这个盒子都在震动 我可以明显感觉得到 我还是拿在手上吧 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哦 这个感觉好像还是可以的 这种小窗口的模式 确实是可以 哦 这样啊 旋服视窗 OK 迷你视窗 啊 我大概知道了 23216×1440 然后帧率12060赫兹 自动旋转护眼模式 自动调节亮度 我这里没有5G的信号 所以说 哎 没办法 这只能测4G的网络 真的是这些软件我要上了 这些东西我用不到 国航版 你能不能不要预装这么多垃圾 UC浏览器 这都有 喜马拉雅 威视 换手 你没搞错 然后这里呢还可以调节比例 比如说全面屏 哇 4比3 或者1比1 还有更多的设置可以选择 好 专业模式 对焦 然后照片 影像 换动作 全景 待会我会拍一些样品给大家来看一下 的时候 2 2 3 2 2 1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一代的腋下巴破了我就买过这个方蕊纤纬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手感 熟悉的手感 拿不起来了 为什么这里有硬 你们看到了吗 总之后面的手感非常浓 柔和非常的柔和摩擦力也挺大的 而且很硬 这壳很硬 非常的硬 而且很薄 坚硬 鲜薄 这一代的方蕊纤纬手感还是可以的 就是助攻遍门那么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这一边 它的缝隙还是很大的 并不能做到隐私合缝 攻差还是比较大的 有点难受 这边缘的过度还是非常的柔和 这个手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非常的舒服的那一种 很轻浮的那一种 非常的柔和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不带套的使用体验 就结束本期的视频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